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曾有心理学家说过 人性就像是千百张可替换的脸 它在每个地方都能展现出不同的一面 完全适应了环境的转变 一个内心充满光明的人 总是能看到美好的事物 一个内心充满利器的人 目光之所及都是邪恶 在《白夜行》中 有句评论说得很好 这世上只有两样事物不可直视 一样是太阳 而另一样则是人心 有些时候 人心的光明 那足以让人感觉到希望和美好 可有些时候 一旦人心变得极度黑暗 那这人心就会让人感受到 如同地狱烈火般的灼烧和痛苦 黑暗的人心 自然就会使人做出不恰当的事 因此 我们要懂得看透谁好谁坏 明白何为好人 何为坏人 越是内心阴暗的人 越是喜欢聊以下几个话题 遇到了要远离别深交 消极悲观的话 躲开那条咬人的狗中写道 有的人就像垃圾车 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 充满懊恼 愤怒失望的情绪不断传播 这种走到哪儿 就把消极悲观 偏激愤怒的情绪带到哪里的人 被称之为垃圾人 负面的人会用一盆冷水 泼在你身上 让你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而当你和这些人在一起时 你将会变得胆小 最后一事无成 反之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积极向上的乐观的人 那么你将会获得 许多的鼓舞和指引 而在你的失败中 有人会给予你勇气和力量 让你获得成功 可见 与积极的成功人士 接触越多 越少接触负面的人 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俗话说 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你跟谁在一起就行了 要想变得聪明 就必须与有智慧的人为伴 这样你会变得更有智慧 你要做得好 就必须要有好的人 这样你才能脱颖而出 生活中 遇到垃圾人 最好的办法是 不得罪 不讨好 不露声色地避开 这种人一方面 极度渴求他人的关注 总在想方设法拨人眼球 以期能够征服或挟制别人 获得胜利的快感 一方面 又极其极度他人 哪怕比自己多一分一毫的幸福 尤其是别人的幸福 是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企及的时候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诅咒 并暗中使坏 而用消极悲观的言语 去动摇他人坚定的理想 乐观的情绪 便是最常见的手段 比如 一个年过四十的同事 还在奋力备考律师资格证 便很快招来垃圾人的嘲讽和打击 也不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通过率那么低的考试 有必要自讨苦吃吗 而眼见别人不为之所动 则是更多的风凉化 总而言之 他们巴不得别人过得很惨 然后不遗余力地拖别人下水 因此从一开始 我们要成为一个积极的人 不断地自我自行 因为正确的方向 心灵才会明亮 心态正确 快乐就会降临 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 我们要从一开始 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 不断地自我自行 搬弄是非的话 什么样的人最不受人待见 有调查显示 搬弄是非者名列榜首 古时候有句俗话 宁在人前骂人 不在人后说人 意思是说 别人有缺点 有不足之处 你可以当面之初 令他改正 但是千万别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 这种行为 不仅会令被说者讨厌 同样也会令听者讨厌 甚至事情可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佛说 不求他过失 亦不举人罪 离粗语千令 是人当解脱 意思是 不寻求他人的过失 也不举发他人的罪过 远离粗语千令的恶业 这样的人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为陷害京中报国的岳飞 再向秦桧和宋高宗赵构 给他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将他杀害 顺势分散瓦解了一支 最有战斗力的抗金队伍 以求得苟安 越是赤胆忠心的人 越是蒙冤受辱 越是不择手段的小人 越是趾高气昂 历史上 从来不乏这样 令人愈愤难平的冤案 现实生活中 也从来不乏 小人当道搬弄是非 陷害他人 表姐在体制内上班 已经二十多年 虽然工作任务不多 强度也不大 但大家都觉得 她过得十分艰难 脸上很难有笑容 说话办事 总是慎之又慎 给人一种高度戒备 和防范的感觉 相处起来特别紧张 对此 表姐也很讨厌 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改正 她常常解释说 这都是职场综合症 被别有心机的小领导 和会来士的同事 算计得多了 在单位里 敢怒不敢言 在家里 多了一两句 又会让家人担心 所幸 她越来越沉默瓜言 职场中 不怕别人专业能力 和素质比自己强 就怕那些假好人 真小人 给自己使绊子 这些人 一开口就是满是套路 在领导面前 可以将一个 样样无可挑剔的人 说的满是毛病 可以将一个 老实本分的人 污蔑成一个 心机满满的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 做这些事 目的只有一个 以最狠辣的手段 打压竞争对手 抬高自己 因此 当你发现 一个人习惯于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时候 尽早远离他 不要搭话 否则你就是下一个 被他们极力排挤的对象 自以为是的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 才能取长补短 在不断超越自己的同时 赢得他人的尊重 但有人却将 自以为是 当成了自知之明 言谈举止中 无不透露着炫耀和自夸 让人不胜其烦 在单位工作群中 一般情况下 只是回复收到 或者发送相关通知 很少有人发表意见 更不会大肆评论 这是默认的工作纪律 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则全然把工作群 当成了秀场 一点小事都要图片加文字 巍巍到来 对于他人发送的通知 更是不遗余力 要么从头到尾批判一遍 要么提出其中 一两个小点大作文章 哪怕群主再三警告 他依旧我行我素 自得其乐 与这样的人一起共事 你不得不接受对方的高调 事不多做 功劳要抢 话不少说 自我吹捧和贬低他人 工资待遇不能少 责任贡献 免谈 越是相处得久 越是有一种被霸凌的感觉 而对于分工安排 基本上是全盘推托 只动口不动手 还要对别人移植气势 所以我们不跟无知的人 争是非 不跟浑身上下 涂满优越感的人争高低 不跟自以为是的人争长短 面对自以为是的人 无需多言 多说无用 别人是不会领情的 反而很容易拉仇恨 不如不说 燕雀安之鸿湖之至 井底之蛙 又怎能明白你的所想所思呢 所以不争不吵 不解释 不理会 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一个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试图去说服 或改变那些 不值得浪费自己宝贵时间的人 更不会与他们争口舌之快 有时间不如多学习 培养自己的性情 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从而活出更好的自己 结束语 心若向阳 无谓悲伤 一个内心阴暗的人 最是见不得别人好 说到底也是很可悲的 但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同情 因为一旦你展露了善意 无异于成为了东国先生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与人交往 交的是人品 往的是情意 人品为先 情意在后 两者兼具 关系方可长久 很多人都喜欢戴着面具生活 为的就是遮掩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可就算他的面具光鲜亮丽 内心的阴暗也永远也掩盖不了 我们常常用笑面虎 来形容一个表面和善 内心阴暗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 总会给人带去一定的伤害 纵使他笑得很灿烂 你也不能轻易对他交心 在没有看清一个人之前 你最好有所保留 别对谁都交心 就算要打交道 也请多长个心眼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compos个赤字 mee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